为了消除对中国等国进口能源的依赖 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宣布 将在印度新建号称亚洲最大 发电容量达750万百万瓦的太阳能发电厂 另外印度也计划延长对中国太阳能电池 和零组件的防御性关税 中美报道 中国电商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近来大举减持及持有的公司股票 根据最新公开资料显示 马云自阿里巴巴去年11月底 港股上市至本月2日期间 累计减持阿里巴巴约2.34亿股 预估套欠430亿元人民币 约新台币1842亿元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洛周日表示 预计川普会对抖音海外版 TikTok和微信采取强有力行动 以打击这些应用程式对美国展开的信息战 另外美国国安顾问欧布莱恩 也访问欧洲聚焦华为议题 台积电定本周四举行法说会 台积电对下半年全球半导体景气展望 以及因应华为新禁令的应用策略 先进制程进展和美国设厂和南京厂等 在美中贸易战升高下的布局重心 和今明年资本支出等将是法人聚焦重心 另外经济日报报导 台积电冲刺先进制程 在2奈米研发有重大突破 以成功找到路径切入GAA技术 新唐人亚海电视这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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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